中泡塞 那個師傅我想問一下 就是中泡塞電影裡面 他其實在說 各個師傅都會互相角力 互相競爭 有一些恩怨請求 這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電影添加的 我念中泡塞一種 家庭的心情是 叫做火星塞 對對對 這個火星塞 他就是在台北市的地下道 煮菜給他吃的 對 但是他有 他有來我找我問問 那個版材 像我剛才你問這樣 開始說了就知道 他在那講的那種版材的文化 都是我講得聽 這個恩怨其求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就是說其實應該是互助 因為我就是聽 那整個概念應該是互助啊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你工資也挺少的 那直到後面才慢慢開始變多 所以是不是這整個 其實比較偏是導演的那個想法而已 這要我版材的方式 他總部在講的那些是都熟悉的 都是事實喔 都熟悉的 因為他比較不會說有報道以前 比較有人情味 對 沒有什麼有金錢的糾紋 是 有錢以後就不一樣 到那個要辦到啦 紅包到齁 開始就有競爭了 你要辦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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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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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你會競爭 所以就是開始就有錢出現以後 開始就惡性競爭 惡性競爭這樣 到現在也是啊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可是很競爭啊 可是這個競爭在那個師傅上面應該看不到吧 因為我看到 你應該是那個師傅的會長 你們多看你們聽不懂啊 聽不懂啊 因為我們邊緣東方的 有你擋這個啦 都在擋 疫情廟 真不好意思 真的很苦啊 很苦 以前很好賺啊 賺也很好 現在不好賺了 現在不好賺了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關係 可是現在疫情差不多解封了 我這樣說比較快 洋工的問題 我山裡沒有收入啊 對 不錯 這山裡沒有收入 我的洋工 他也要想我 他就去吃飯了 他就回來了 了解 回來了之後 變成說洋工出去了 就是這樣 把那個師傅 那裡外外外 那裡外外 那裡外外 那裡外 所以這個洋工 非常痛 缺洋 真的 現在是很缺工啊 是 沒有工 就是沒有工作 對 那我比較好奇是啊 這個缺工 那之前來 進來的人是想 都想要當中厚篩嗎 還是就是說 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現在這個年代 想要當中厚篩的人 應該還是挺多的吧 對 很多 都會去餐廳學 喔 他都會去餐廳學 因為中厚篩這麼厚 厚三年他就要出去做 但是我們學藝不經 所以還是要學 大家還是要學十年嗎 我對我老爸 他對他七十歲 對他七十歲 對他七十歲之後 他說他要推我 要給你做 他也是可以繼續做的 我也是可以說 你都看到了 我就來 都我做 嗯 那個老爸經兩三年 都是我處理 都我一手把 我們老爸發財旁邊去 借貸多錢 所以 現在那個師傅 還會想要公開招生嗎 現在 工作不好走 這個師傅 這個師傅 很多人去餐廳 人家要去餐廳 餐廳 餐廳 大家的生意好 對 辦人家庭都會餐廳 餐廳去 餐廳去生意好 生意好 他省工 對 餐廳都會餐廳去 嗯 嗯嗯 比如說 菜色的 那種 要餐廳的菜 在那間餐廳 有 特別的那道菜 很出名 嗯 就會變成這樣 這樣我們會去餐廳 啊 我們會去餐廳 叫那個 叫那個 餐廳的餐廳 大家的生活都會想 那師傅啊 其實有一道菜幾乎是失傳了啦 那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跟我們再講一下說 這東西叫做雞仔、豬豆、鼻 對 雞仔、豬豆、鼻 對啦 雞仔、豬豆、鼻 以前的作法 那個 要豬豆幾顆 嗯 那雞仔幾乎 那那個 鼻 比較小塊 很大 雞仔 我都說雞仔 那隻雞仔白骨 嗯嗯嗯嗯 整隻雞仔好好 白骨 那雞仔要雞仔 雞仔白骨 嗯嗯 一隻雞仔兩位 那一點的一隻雞仔,再鼻 這麼一坨 這個 其實就剛剛講那個嘛 就把那個骨頭全部挑出來的 這個 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你看到一隻雞仔 一隻雞仔 因為這一隻雞只有一點 放在 rek 所以這一個就是剛剛介紹最難做的這個菜 現在沒人在做 以後啦 因為都挑了一堆 那個雞肉 鼻刀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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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他們是直接剖開的嘛 對對對 這個吃過 這樣比較麻煩 對 雞肉再拔鍋 最好配起來 但是吃起來味道應該就不一樣對不對 差不多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還是大同小異 了解 那個一個鼻刀呢 你齁 把它打開 那這個雞肉再拌下去 那這個就沾起來 整顆雞肉好好 這碗雞肉 雞肉可能沒辦法做 最小顆 那這個第一種雞肉 雞肉肉 比較大顆 那這個雞肉再拌下去 那這個就是 這道菜感覺好像已經快失傳 那有沒有想要把它傳承下去啊 現在很多人在做啊 但是外面吃不到這種苦法的嘛 那會不會 吃不到了 那會不會想要把這個苦法傳承下去啊 那你現在沒有啊 現在沒有人做這樣啊 現在都 筆刀一塊一塊 筆刀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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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三煎肉 做成一道菜 那些菜大部分酒家菜 做好了之後 湯灌下去就在家裡了 這個菜比較簡單 比較不像說雞仔豬就不一樣 對這也是比較常見的酒家菜 對對對 這兩道菜是酒家菜 以前的酒家菜 那師傅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做的台菜裡面 最有味道或是最有故事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魚刺羹 魚刺羹 為什麼呢 高檔魚刺羹跟那個 低階的魚刺羹 低階的魚刺羹 差不多 高檔魚刺羹比較有味道 有味道 那個魚刺比較膠質比較多 嗯 現在低檔的魚刺羹 都是皮皮而已 口感不一樣 還是高檔的 那個魚刺羹 我做的方法就是 把它那個味道 把它煉出來 把它把它蓋出來 把它蓋起來 那個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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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刺也蓋起來 把那個香菇 蝦米 炒炒的量 跟它過滾 滾那個味道 把那個材料把它撈起來 那個味道還蓋著滾 滾到那個味道都要煮出來 那個魚刺的味道 嗯 它就要用那個公園醋 是 把味道蓋掉 對 呵呵呵 這個 這個原來是用那個江湖菜 所以其實它是你第二個學的 但是變化也非常多的一道菜 對 了解了解 那是價碼的關係 呵呵呵呵 那是價碼的關係 呵呵呵 了解 欸我講話比較直接 對啊對啊 對啊很好啊 很好啊 對對對 那個江湖菜呢 要吃一下 那個紅酒吧 山色蛋啦 真的人家做 這山色蛋也很少人做 最開始學的山色蛋 已經很少人做 現在要做這個菜 都人家拿邊的而已 人家人家做邊邊你買的 要做那些菜真麻煩啦 喔很麻煩啦 山色蛋反而很麻煩喔 麻煩啦 我以為是 那個湯泊啦 一塊湯泊 兩三色 鹹兩 兩人 這樣子 排列一下 這樣 蛋清 那兩人 打碎 把它凌固 跟爭手 今天抽到一塊一塊 那是山色蛋的作法 喔是這樣子 那現在沒有人這麼好 那 改初秀的東西 沒有人你做了啦 沒有人你做的是 我們工廠你做 專門做給廚師 做農 你 債務不用做了啦 不用做了 你叫邊人來就知道 這個債務要做 要做三星人沒那麼簡單 了解了解 台灣你做的都叫邊人而已 不像我們這些老的 你做三星人 要照顧家旅去做 嗯 那師傅為什麼你會選擇在這邊落腳啊 我本地人啦 我土生土長就麻煩 這裡的人啊 喔 本來就是永康這邊的人 對 我以前去床上一兩年 喔 後來還是決定回來 還是沒有人要搶 哈哈哈哈 了解了解 所以我說我沒有安心 那就是沒有安心啦 這是我的喜歡啦 就是很 平夫直序的跟我們分享這樣 然後開始做這個辦桌 沒有燙花錢 嗯 燙花錢也是 飛了之後 哈哈哈哈 那師傅其實你的職業是 到處跑到處去組的嗎 那你喜歡在店裡面做 還是到處這樣去做 到處跑的比較好 比較好玩 比較有創意感 比較有創意感 你在這裡我現在可以頒五六桌而已 喔 對對對 這裡五六桌而已 因為做 成就感沒有那麼好 做一些秋樓菜 嗯 變成說 那一種比較厚重的菜式 我去這裡做 喔 呵呵呵 譬如說 要做寶貝雞 我一個朋友陳前菜 丹田雄 他會帶我拔棍 這個拔棍我就帶來做 嗯嗯嗯 要做一些比較高檔的菜 要做一些秋樓菜的菜 來這裡吃 嗯嗯嗯 但是還是比較喜歡出去 這樣跑外面 很有激發創意 然後有很多人的感覺這樣 對對對 一桌菜 人車三桌 二十桌五桌 一百桌 齁 做了算一下 那成就感不一樣 對對對 人家 人家不敢跟你學六 人家稱讚你齁 人家感激你的 喔 那種感覺 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們版杜西湖啦 有一個 突出啦 突出啦 人家跟你學六啦 真正今天會上天呢 啊哈哈哈哈 不是啦 了解很直爽 真的真的 很有成就感 了解了解了解 師傅你有沒有 有什麼想要對年輕一輩說的話 或是想要什麼補充的 好好做啦 好好做 那個 年輕人要做要有創意 要有創意 不怕 不要怕痛苦 對 你如果怕痛苦 這個 怕熱就不要進廚房了 對對對 那 今天節目也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先跟大家說再見囉 好 大家再見 那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咱們 有 咱們 有 咱們 有 咱們 吳 咱們 感谢观看